8月14日,2018年斯坦科维奇被开打,中国男篮红对手战面对突尼斯,本场比赛周琪和丁燕宇航终于迎来复出,两人同时首发出场。 另外由于赵继伟受伤,主教练李南派出了孙宁辉和刘志勋搭当后场,亚运会还未开打,中国男篮损失了后场核心赵继伟,实力上有些受损,但好在另外两位核心周琪和丁燕宇航终于商与复出。 本场面对突尼斯,两人同时首发,中国男篮派上了目前的最强阵容,赵继伟的受伤让不少球迷担心男篮在亚运会的前景,但周琪复出后的表现,给球迷吃了颗定型丸。 比赛开始之后,周琪和王哲林的内线双台优势非常明显,尤其是周琪展现了自己在内线的统治力。 防守端,周琪对突尼斯来说,是一道快不过的评项,在进攻端,周琪也是予取予求。 首节比赛,周琪先修了一下自己的三分神迹,冲到外线高射炮,两次命中三分球,其中一次还是离三分线,还有一步超越三分。 次节比赛,中国男篮外线命中率有些下降,周琪加强了自己在内线的进攻,第二节还上四分四十五秒时,周琪篮下一次强起爆扣然爆全场,当时中国队投篮不重, 周琪人从中摘下前场篮板,面对突尼斯的三人包夹防守,强硬起飞双手爆扣,双手挂挂庆祝也是霸气十足。 随后,第二节最后时刻,周琪中路空切接球,直接起飞单手劈扣得手,半场比赛坎下十三分,效率提高,周琪这两次爆扣让球迷看得很过瘾,对此很多球迷表示,周琪真是强壮了。 不少,力量真是上来了,在火箭没白月嘛,统治力明显提高。 在火箭没白月嘛,统治力明显的电影里面,效率提高。